很多话题啊 我们是讲不完的 尤其这个男女 我们每个人 我们作为人一出生 就要面对着一生 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八卦了 那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再回来 不管是什么 那前面提到如是道呢 我们就说一下 如是道 真善美 你看看能不能对应一下 美 儒家讲一个 礼 孔子讲礼乐 伦理道德 天尊地位等等等等 那不就是一个 外在的美 当然 这是外在的 对内心 也是一个约束 做得好 那就内外间修 这都是美 那有没有其他呢 也有 那我们再说 道呢 道修到最后 修成什么 真人 道 就跟这个真 真理 明心见性 这些等等 解脱啊 逍遥自在 就要有一个真我本性 那佛呢 一提到佛 大家就认为 善 善在善的 这个佛 这个佛 跟那个善 很多时候 都都会 有所表现 不管是什么宗教 他就无非就是 他就无非就是 让人好 教人好 导人向善 那人性本善吗 现在西方 什么人性的弱点呢 什么弃宗罪啊 包括基督等等 就是 就是生来就是有罪的呀 其实中国古代 你看百家争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各种学术 不仅仅是这个 如是套这些东西 是百家 没有百家也差不多 还有很多西非的 我们不出名的 慢慢就 失传了 至少也有个 几十家 二三十家左右 那 那个时候 人性 荀子 就是说 也是如家 他就说本恶 那这个 就是孟子呢 就说人性本善 其实人性要向善 而且 我们都读过三字经 背不下来没关系 第一句总会吧 总听过吧 人之初 性本善 啊 这个 然后第二句呢 是 性相近 情相近 其相远 其实他到底本善本恶 啊 啊 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让你 向好的方面 向善 就可以了 那你说人向善 啊 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味道 而且 那些 取其上者得其忠 啊 你要要求高一点 刚开始 门槛就要高一点 性相近 性相近 其相友 啊 这个生下来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后天 让他 改变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导向善 这就是宗教本来的意义所在 啊 然后 慢慢的 走向 真理 呃 我们都看过这个 获元奖 啊 上面说这个 迷宗权 本 无文无判 无权 无宗 非要起一个名字 叫迷宗权